有句古话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最不能惹的有两种人 一种是小人 一种则是女人 女人温柔的时候可以小家避玉 温婉可人 一旦触碰到女人的底线 那么她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 让敌人也不好过 例如女后和武则天 就是历史上出了名的狠角色 就拿女智来说 女智在掌权后 曾将处处与自己作对的七夫人四肢砍断 双眼挖去 割掉舌头放进猪圈之中饲养 还为其取名为人智 七夫人是历史上第一个被做成人智的人 此后人智之行被人们誉为世界上最残忍的刑法 直到武则天出现 又将这个刑法上升到一定等级 他将人智泡入酒缸之中 让其时时刻刻忍受追星之痛 这种刑法也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罪骨 原本人们都将其定义为最残忍的刑法了 但是有一个人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 没有最残忍 只有更残忍 这个人便是昭信 昭信是广川王牛去的机械 曾经因为美貌颇受牛去的喜爱 但是昭信这个人十分记仇恶毒 可以说算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蛇仙美人 皇帝都是喜心厌旧的 昭信得宠没有多久 牛去又看上了昭平和地狱两人 这一手摸着一个大美人 哪里还有多余的手去摸昭信啊 昭信间昭平和地狱两人夺去了 本该自己拥有的宠爱 怀恨在心 于是诬陷他们二人跟其他男人私通 这牛去也是呆萌 一片一个准 还真信了昭平和地狱两人给他戴了绿帽子 毫不犹豫地将两人打入了冷宫 牛去这边是解恨的 昭信仍然不愿善罢甘休 他背着牛去带着人潜入冷宫 对昭平和地狱两人实施了传逸之行 传逸之行和其木女很相似 均是对女性生殖器进行摧残 昭信曾用烧刀着窥两目 生割两骨 削迁惯其口中的方式来折磨两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昭信用烧红的刀子插入两人的眼中 再将两人大腿的肉一刀刀割下来 最终将铅水灌入其嘴巴里 让他们生不如死 再无止境的折磨中慢慢死去 不过昭信对牛去可能还是真爱 因为在牛去死后 昭信也自尽而亡 后事表示昭信有这样的结局 也真是便宜他了 太好了